91事件永久改变了美国 过去我们在好几个重要的关于它的国际政治 跟许许多多的美国对待其他移民的态度 大概永久改变了美国 而91的遗址世贸大楼我们称之为叫Free Tower 现在还没有完全完工 那么它当时的规划是有五冬大楼 五冬大楼里头第四号大楼正式的完工了 在这个礼拜 那么这个礼拜正式完工呢 这个部分第一 它的不同的大楼有不同的设计者 其中第四号大楼的设计者是日本的建筑师摩文燕 他用了一段话来形容当时纽约所遭遇的不幸跟恐怖 他说我们想要打造一栋大楼 像雕刻品盘的坚强以及安静的同在 这栋大楼是72层 那么其他的大楼呢会更高 美国人希望它非常高高的跟天堂差不多啊 那么曾经附上两分七百多人的911的遗址呢 事实上整体的规划师 还包括了著名的建筑师夫人Gary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 都有那么一处专属的骄傲回忆 当那骄傲回忆 世贸双子星大楼突然消失在2001年9月11号上午8点46分时 纽约人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之痛 痛苦的泪水 惊恐的泪水 重建走了12年 直到2013年11月 纽约终于有了荣耀重返的派望 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上最壮观的一号大楼自由塔 11月12号美国高楼平议会终于确定 自由塔整体高度为1776英尺 纽约人本来担心408英尺的塔尖部分 无法被认定为大楼建构的一部分 1776英尺神圣的数字 象征美国独立的年份1776年 这看似长方形又是巨大方尖塔的自由塔 Freedom Tower将实习半球最高建筑 而两天后又有了好消息 纽约市长彭博 和负责设计的日本建筑师 Fumihiko Maki宣布 世贸中心遗址 五栋大楼群中规模最小 72层的四号大楼正式启用 我们开启门的门 这场地位再次变成了新亚国的继续增长 变成了新亚国的城市 和住在这城市的城市 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厚重的建筑 但与静静的身份 纽约夏曼哈顿地区 曾经历经本来可以被阻止的911恐怖攻击 曾经付上2700多人人命的代价 从2013年11月起即将重生 由于世贸中心离职Ground Zero 除了包括自由塔在内的五栋大楼 由谷干汉美术馆和介入师Fran Gary规划的表演艺术中心之外 自由塔前的广场倒塌的双塔原址上是两个巨型水池 录像是两个光泽淋湖 里面的原本建立过 原本建属的原本建属 跟相当的水位置在水下 由于你们站上 声音的流氧员 这种感觉,空间的温度 坏鱼以来存在那位自然宫的变久 向无辜的灵魂致敬 也遥想历史事件的教训 而水池下方是911纪念馆 能把伤口撕开 重新去面对 需要勇气 把曾经碎裂的夏曼哈顿 重新敞开灭的世界 更需要勇气 一致区内如白鸽展翅上腾的 是西班牙建筑师加拉塔瓦 设计的公共运输中心 锦铭新世贸中心的五洞大楼 2015年开始将成为 全新地下铁和火车运输中心 十二年 我们忍不住想问一个问题 倒了到底怎么再站起来 看着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 那是勇气 热情 还一定要痊愈的决心 祝福纽约市 也祝福那段人类史上 最不可思议而仓皇的痛楚 我们来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呢 继续小涨了 百分之0.54 涨幅百分之85.48 本周呢 因为Janet Yelling的听证会的关系 大涨了199.92 这是道琼指数 Nex的指数涨幅百分之1.70 S&P指数涨幅百分之1.56 另一个部分是人民币 人民币在本周呢 虽然美元在礼拜五的时候 最主要的货币 大概都是比较跌幅的 因为认为QE正在还会持续 但人民币仍然是继续在涨 那么到礼拜五的时候 涨到了6.0920的价位 本周继续涨百分之0.03 而欧元兑美元呢 由于美元的汇率呢 在礼拜四礼拜五 由于Janet Yelling的听证会之后 在本周呢 欧元兑美元涨了百分之0.78 在周五的时候呢 小跌了百分之0.15 国际黄金价格呢 维持了1287.40的价位 因为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美元略为下跌的因素 但是回到整个改变中国 未来30年最重要的这场大会 三中全会的特别报道